印度女子遗体烧到一半被拖出 空中弥漫烤肉味 建民丈夫忍气吞声 近期印度达利特女子遗体在火化时 被一群高种性男子从火堆中拽出 尽管女子身上已经开始焚烧 空气中已经发出了难闻的烤肉味 但这些男子依然毫不留情 并对前来阻止他们的人说建民禁止在此地火化 据警方公布的信息 当时葬礼已经接近尾声 女子的遗体被送上火堆不久 200名男子从四面八方冲来 大声斥责死者的丈夫 称此地并不是给建民准备的 死者丈夫没有反驳 之时恳求闯入葬礼的男子 将告别仪式进行完毕 但无人答应 即使警察前来巡查 也没有人同意让葬礼进行完毕 面对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 死者丈夫也表示 不会报警 因为前来阻止葬礼的人中 有常会给他介绍兼职工作的高种姓人 如果得罪了他们 自己将彻底没有收入 为了活下去只能忍气吞声 那么这次内容是支持者们的经营 建议者们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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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者们的经营